I was blessed with the skills to make a bitch feel like shit 我是酸龙黛稳,稳重带提的Pofman 今天是六一,好像跟Pofman这个单身老阿姨没多大关系 不过刚好可以借此机会聊聊前段时间被震撼到的 何以为家中那个天才小演员的演技 说到天才,总会让人酸重明文精 为什么有的人努力一辈子也达不到的水准 有人生来就会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那些生来就会演戏的小演员 他们甚至连字都没认识多少时就已经会演戏了 孩子是人类永恒的软肋 小演员跟片中人物同名 实际上也是在演绎自己的人生 赞因本身是一名在黎巴嫩生活了八年 现年十二岁的叙利亚难民 来自一个庞大家庭 跟片中的设定基本相同 都是父母在无力抚养和教育的情况下依然不停生育 失败的父母指望孩子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他们眼中 男孩是工具可以分担生活负担 女孩是商品可以卖换钱 于是赞因用弱小的肩膀撑起生活的重负 眼神里完全没有孩童英勇的光彩 全是冷漠 恐惧 焦虑和痛苦 只看背影都能感受到浓浓的低气压 本片小演员之前从未接触过电影或戏剧 没有上过学 不会读 不会写 他浓密节毛下的每一个眼神 都在告诉你生活有多苦 情绪穿透屏幕拷问你的灵魂 还有这个一岁的小配角 戏也是足得很 每当有音乐响起时 他总是试图扭起了 我们讲悟悟行 就是这种一点就通或者不点也通的张子峰 对某一事物的感知度异于常人 童星出道 九岁凭借唐山大地震被观众熟知 气氛不多 海报上却只放了他一个人 导演评价他 眼神他有戏 让我敢给他各种特写 都能打动观众 后来还得了个外号叫张一条 是说经常一条就过 尤其擅长哭泣 导演一海开机 立刻就能掉泪 这就是天赋啊 大地震中的小方登 是带有创伤后遗症的孩子 那种毁灭性的打击 之时他开始包裹自己 对周遭环境产生恐惧 张子峰眼神像个惊恐的小鹿 用微小的动作抗拒别人接近 那时候他才九岁啊 从今天起啊 你就是王登小同学了 达克台也是同兴出身 在起步阶段就和西安潘 丹兹尔华盛顿 汤姆克鲁斯等超级大腕合作 我是山姆是他的成名作 怎么说呢 到时候看到这部电影 是真的惊到我了 首先 世界上怎么会有 这么漂亮的小女孩 蓝宝石一样的眼睛 金色的头发 简直是真人巴比小娃娃 虽然没有逃脱 长残的命运 他在我是山谷里 演一个智商爸爸的小女儿 和西安潘这种奥斯卡级别影帝 演对手戏没有一点确差 几分的露西看起来比我都聪明 达克塔的眼神 动作 台词都展现出了极高水准 那份与年龄完全不相符的稳重感 给人一种他什么都懂的感觉 这之后 达克塔一度成为了 好莱坞最至首可乐的童星 在颇有难度的灾难片 世界大战中 也有惊人表演 拍完这部电影后 14岁的柳乐优弥 KO了梁朝伟 成为嘎那最年轻的影帝 电影中单身妈妈生下四个孩子 无力抚养 于是抛下他们改嫁到别的地方 长子明 一个人负担照顾三个弟妹的责任 柳乐优弥的眼神太传神了 像是有很多话 又像是什么都没说 这就是这个年龄孩子 面对生活的态度 充满疑问 却找不到答案 他充分理解到复杂的剧情 并且毫无表演痕迹地演绎出不同层次 和这种轻描淡显的厚重感 实在让人压抑 最扎心的是 意识到Yuki死掉的那一刻 扑夫曼止不住泪流满面 但明没有哭 他一次也没有掉过泪 在埋葬妹妹时 黑暗中微微颤抖的双手 这种隐忍与克制 反而更让人心疼 生活剥夺了这个小男孩哭的能力 为什么有些人的起点 比你奋斗多年后的终点还高 我也很绝望 多吃柠檬补充维生素吧